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图长的内蒙古人 在2010年我考上了内蒙古大学的青春系专业 毕业后在苏州厦门差不多工作了七年左右吧 当过程序员也做过电商方面的工作 差不多当时是每个月一万多块 我父亲在家乡一直在做了几十年这种养红肥生意 慢慢他这个年纪大了有点力不重新 后来我在21年的时候我就把工作吃了 吃掉了回来就接了他的班 就是根据我的观察 市场上养红肥呢品质是称之不齐的 有的是发酵不到位有的会残肥 然后呢我就把这个坚持用大草原的存洋分做原料 然后高温发酵 我是计算机专业出身的嘛 自然而然就想到从这个互联网破局 我后来就组建了这个电商团队十来个人吧 专门进行短视频和直播带货 我觉得现在的城市人们都喜欢在养菜 养花种菜 我就觉得这个是绝对是一个新的市场 所以专门就为了这个群体 定制了这种小包装的这种养红肥 一推出啊就非常受欢迎 现在差不多一个月能卖个300多吨吧 收入的话差不多在120万左右吧 提升了场地的效益 也带动了供应链上的牧民的征收 我希望我们会继续坚持做好肥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